半夜总请,简单两位中药,一补一泻,改善你的睡眠质量 失眠,想必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烦恼了 有的人是每每到了晚上就开始在床上翻来覆去 明明很困,但怎么都睡不着 一熬熬到了阴沉三四点钟 还有的人是一个晚上睡眠质量很差 一个晚上能醒来好几次 这些都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上班没精神,干啥都没精打开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位中药 帮你改善你的睡眠质量 这些问题在中医上讲其实是因为心肾不交所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医认为心煮火,肾煮水 这两者的重要性就好比上书中所说 水火者百姓之所以一失也 说的就是日常生活中 不能缺少的就是做饭的水和加热的火 心火和肾水在人体活动中相互作用 彼此协调身体内的金液血液从属于水 肾火则代表着生命活动中所产生所需要的氧气 共同组成生命之源 肾水要上进心火 使心火不会过于抗盛 心火要下行暖肾水 使一肾水不会过于寒凉 凉者相互制约为用 如果两者奔制约就会出现心肾不交 从而会导致失眠的发生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两位中药 分别是肉桂和黄莲 一股一谢,住好睡眠 让你一觉到天亮 我们先来看看肉桂 肉桂,胃心,肝,性热 可如身体内的肾经,脾经,心经,肝经 我们可以看出肉桂,性热如肾经 能把人体屈服在上焦的火带下来 让它回到本来的位置 不仅可以把盘局在体内的阴寒之邪通通散掉 同时又清洁了上焦的火 我们再来看看黄莲 由于像沃语,叫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就能看出它是一味特别苦的药材 它如心脾胃大成精 可以起到清热剪毒 造尸止泻的作用 对于一些因心火抗射 所致的神魂烦躁 心烦不媚 血热吐虞的人群有不错的改善 两位要才搭配在一起 一味补一味谢 对于一些心神不骄引起的头昏脑胀 心情不安 失眠多梦 手脚冰凉 腰气啪 是一个剪辑的好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可以在评论区留言